音樂中的角色 今天這支影片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會先介紹音樂是怎樣構成的 以及吉他在這當中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 第二個部分 我會介紹吉他的演奏型態 也就是吉他會以怎樣的演奏方式 來完成他在音樂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個部分 就是要做到這些演奏型態 需要具備哪些能力 這會關係到你在學習的時候 如何設定你的目標 才會知道你已經得到這些能力 第一個部分 先介紹音樂是由哪些要素所構成的 構成音樂的要素 第一個是節奏 第二個是旋律 再來是和聲 然後是音色 我會說這是音樂的四大要素 大部分的人對於吉他的印象 會認為他是一個旋律樂器 其實在很多樂團裡面 吉他的工作是擔任節奏樂器 在早期的爵士樂裡面 吉他手甚至不需要彈太複雜的旋律 只需要好好的把拍子彈出來就好了 像是這樣 當然吉他在音樂裡所扮演節奏樂器的角色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再來就是旋律 大家都已經知道吉他是可以發出各種不同音高的樂器 所以他也很適合在音樂裡面扮演製造旋律的角色 像是這樣 很多人會說 這樣把一個音接著一個音彈出來 叫做學單音 再來是和聲 和聲的角色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用另外一條旋律來 配合原本的主旋律 這也會成為和聲 另一種形式就是和弦 廣義的來說 和弦就是讓聲音跟聲音重疊在一起 我現在示範 把兩三根旋同時波動 讓這些聲音重疊在一起 或者是這樣 關於音色也可以解釋為音樂風格 吉他對於音樂風格所能貢獻的就是 利用他的音色特性 來增加一些風味 例如在某些特定的音樂裡面 使用吉他可能會比 使用鋼琴來的更適合 像剛剛這樣彈 你可以感受到一種風格 一種感覺 如果用鋼琴來彈 可能就變成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簡單整理一下第一個部分 音樂的主要構成要素 有節奏、旋律、和聲跟音色 吉他在這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成為節奏樂器 也可以演奏各式各樣的旋律 然後也可以成為一個和聲的樂器 彈和弦 或者是以另外一段旋律來進行和音 再來就是音色 可以利用吉他的音色 來讓音樂風格更加的明確 或者是在編曲的時候 利用吉他的音色 來達到一些特定的效果 對了,雖然今天這支影片裡面 我所使用的是木吉他 但是今天所講的概念 也會包含電吉他 以及低音吉他 也就是Bass